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2015树林艺文以下 儿童暑期夏令仪活动开跑了 因为报名太过踊跃 主办单位今年还得规定每人限定两个课程 并且是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 下午才开放 但是一大早就有家长来排队 生怕错过了喜爱的课程 一大早树林寄安宫内就聚集了100多位的民众 为了要帮自己的小孩报名2015 一文以下儿童暑期夏令仪的活动 主要是新美市民众一户口名部或户籍藤本为单位 同一户发放一张号码牌现场来报名 依需报名到6月30号额满为止 我们最主要会办这个2015的儿童夏令仪的活动 最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国小的小朋友 在暑假期间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 还有一个比较多元的学习环境 所以我们办了这个儿童夏令仪 那这次儿童夏令仪办的班次有27个班 那总计呢如果说全部罢名而码的话 会有将近1000名的小朋友 可以来参加这个夏令仪的活动 今年2015议文以下儿童暑期夏令仪活动 一共开设了包括太古达人 小小魔术师创意造型气球 骑衣高手等共27个班别 每班30到40人每人限定两个课程 提供动态静态的艺文活动 一共可以让1000多位小朋友来参加 其中太古达人人气第一名 一开始报名便秒杀罪先而满 2015儿童的夏令仪 季安公秉持着我们回馈乡亲 能够结合社会 使我们的学校来推动教育多元化 所以说季安公特别跟我们新北市区公所 树林区公所 还有我们图书馆 还有乡土协会的赞助 我们办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夏令仪 一共有27个班级的夏令仪安 最主要的我们要使小朋友 能够一个很温馨的暑假 能够让家长更放心 报名是从今天开始到25号截止 如果说没有班那个还没有满的班级 我们可以陆续再收这样 树林区公所结合地方资源 与新北市立图书馆 新北市树林商土义文协会 以及财团法人树林基安公 合办暑期推广活动 特别规划了多元才艺的夏令仪课程 让小朋友在暑假中可以自我学习成长 并且发展潜能 过一个快乐的学习假期 中家新北新闻树林采访报导